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济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育人生 我是高维旭 昨天美国道穷的上下震荡 火大 中场下跌 震荡幅度非常大 原因是什么 因为全球 就是要用電話會議 記得是用電話會議 開會決定要降息 降息理論上來說 是熱錢被逼出來導入股市裡面 是好事情 可是為什麼道瓊是由紅翻黑 其實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沒有另外一套政策 什麼政策 對於中小企業的債務危機 沒有辦法做一個處理 如果今天降息把熱錢逼出來 然後同時間 對於中小企業做一個融資展延 那股價股市當然會正向反應 為什麼要用中小企業要做融資 很大原因是什麼 因為終端需求看不到 上游有可能會斷煉斷貨 終端需求又看不到 很多原本要賣的商品 都要往後遞延 那中小企業的債務 會不會出現違約潮 這才是市場上關注的一個重點 所以為什麼降息 反而股市是跌 這是我的看法 他必須要做另外一套政策 對於中小企業要做一個融資的展延 那回過頭來看台股 這個位置在考慮要不要買股票 我覺得不是重點 還是要殺股票 都不是重點 我在這邊跟投資朋友報告 盤中9點半到10點 我就跟投資朋友連線的時候 我說這邊不是買股票的時間點 你避開這一段不買股票 至少少賠 可是現實人在討論要不要殺股票買股票 根本就不是重點的 為什麼 投資朋友 假設你今天都不掌握機會 你只要避開風險 去年的12月20號 我公開跟投資朋友報告 航行路況是往下的 我們要做扭曲的操作 其實你要賣股票 我大概普通會員是清空股票 12月20號你避開 封關前 你也避開 你現在在考慮要不要買股票 才是重點 你前面不賣 不賣 這邊再賣 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我說不考慮你要不要進場買股票 你只要能避開風險 基本上你就是一個實質上購買率的獲利 去年的12月20號 跟投資朋友報告往下看法不變 那一天 清空股票 封關前 當天 韓總偉跟我會員報告 大家說會創新高創新高 直接跟我會員報告 延後指數沒有創新高的可能性 航行路況難怪是往下的 低持股報股過年總美金 封關那一天 跟會員報告低持股報股過年1月20號 我跟投資朋友說明 常常在講這個部分 因為台積電力多不漲 我認為這大盤聯酷的隱憂 當然遇到的所謂的 新冠肺炎這個部分 可是呢即便沒有新冠肺炎 我都跟我的會員報告 我要低持股報股過年 重點在這邊你避開了 不要亂 不要加碼 打下來你才有機會做事情 避開風險是最重要的 你現在討論今天要買什麼股票 意義其實不大 因為你也沒錢買 而且在最近 2月25號還提起投資朋友 這邊不是追假 你再可以 這讓你避開一次 你避開風險 機會才會是你的 5483中美金 大盤跌成這樣 這叫掌握機會 避開風險1月8號進場 1月30號 加碼 2月14號 短線加差 隔一天充掉 2月17號 禮拜一充掉 這邊請不要追假 等拉回 你就可以避開了 好 投資朋友 這些是實際上操作的證據 已經分析了 能避開去好了 但是你能掌握機會 是更好的 1月7號 告訴投資朋友 長途不變 拉回找買點 1月8號 買進 買完 1月30號 加碼 2月14號 加碼第二筆 2月17號 賣掉 實際上帶會員操作這樣 你只能避開風險 然後待進場的時候 你進場去掌握機會 你這樣還可以成為股市上交易的贏家 好 投資朋友 你有什麼 我們跟會員的交易 其實就是這樣 不用每天帶會員 去做一個進場 可是呢 在關鍵時間點 我們帶會員做一個 可以的交易動作 才是重點 大盤現在考慮 要不要 買股票還是賣股票 都不是 現階段你要留意的 因為早就起薪林要賣股票 還要掌握風險 要掌握機會的 我也跟投資朋友做一個 什麼完整的說明 615上下戀意 有沒有收大盤的影響 他沒有大漲 但是沒有收大盤的影響 他會員買 會員還是賺錢的 紅海咧 持續看好 所以投資朋友 坦白說 當你沒有避開風險 可是你機會又掌握不到 國際上場上 對你來說 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我能幫你避開風險 我也可以幫你掌握機會 而且我帶會員 是爭相實彈的 在做交易的 這是我對於會員的承諾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你想跟上腳步的 歡迎你在廣告時間 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現在處理處聯絡 我是高雄學長 操作順利 活力滿滿 身健康 我們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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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